来咯,来咯,妹妹们,我来咯 Oh my god,这期《两千年说》真的太好看了 看它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两千年说》 我是李佳 啊不不不,我是荣哥,荣哥 刚刚这个开场,大家一定不陌生吧 要说这个直播带货啊,现在真的是火翻天 我呢,作为一个资深的网瘾少女 每日必进直播间,频频出手 而且啊,连习大大都走进了金米村网络直播间 被网友称为史上最强的直播带货 此外呢,像威亚、罗永浩 还有央视最强段子手朱广泉 也都加入了直播带货的队伍 所以呢,不少网友就戏称 你打开的不是直播间 而是你的钱包夹子 说起台湾商品呢,我个人还是比较钟爱的 不管是像小吃啊,美妆啊,还是比较深的我心 所以最近几天,我关注了一场特别的直播 这场直播呢,销售的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台湾商品 像什么台湾啤酒啊,还有亚方冰品啊 还有台南光妙面等等一系列的台湾商品 而且货品一扫而空 还有五百万人次在观看直播 不少网友呢,遗憾表示没有抢到热门商品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坐在地上 默默地流泪吧 有老顾客呢,就好奇 这家大卖于港区台湾商品体验馆里面的美食店铺 怎么变成网络直播间了 其实呢,这是由八位在玉环的台商台青 共同发起的一场台湾青年代台货的直播活动 听说这个台包我家的经营者杨毅玲啊 也是李佳琪的资深小蜜妹 虽然是第一次直播,但是收获满满 我们自己有线下的门店 然后我们希望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跟线下做交流 然后跟一些没有办法到店里面来的客人做互动 对,然后把一些产品的背景故事介绍给大家 所以呢,借着这场直播带货的热潮 让两岸的产品流动起来 既交流了文化又发展了经济 我举双手双脚赞成 这样的话 我以后就可以买到正宗的台湾零食和文创产品了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一个快递没有去 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了 我要赶紧去取快递了 然后欢迎各位网友朋友们在下方评论你的剁手经历哦 拜拜,两岸今天说我们下期节目见 优优独播剧场的 打轮台中 打轮台中 打轮台中